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6月29号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WTT宣布 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刘国梁将担任新成立的WTT理事会主席 以全面领导和开拓世界乒乓球的未来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由国际拼联于2019年8月创立 是世界乒乓球职业化改革的里程碑 据透露 WTT理事会将由世界乒乓球的主要参与方组成 包括退役及现役运动员 世界乒乓球的重要贡献者 赛事主办方和国际拼联人员 WTT表示 在世界乒乓球大家庭里 刘国梁是受人尊敬的领导者 拥有出色的才能及丰富的职业成就 他曾获得奥运会和市井赛单打金牌 退役后又曾先后担任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 和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 期间取得一系列成功 中国乒乓球协会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成功的乒乓球协会 国际拼联第一副主席卡里尔·阿尔·穆罕纳德表示 刘国梁无疑是为乒乓球传奇人物 作为球员 教练以及中国拼协主席所取得的成就 有目共睹 坚信他是能够帮助WTT和乒乓球项目 走向成功的最佳人选 文字幕志愿者 质因